10月9日由简昌和导演李晨监制并主演 靖东高星等实力派演员出演的都市医疗情感剧《到爱的距离》 在上海举办了开播发布会 当天各主演们悉数亮相 却独缺了女主角张新宇 现场李晨全程黑面眼神放空极少说话 也鲜少露出笑容 甚至还拒绝了媒体的任何采访 最后配合完拍照的李晨干脆是落荒而逃 当天在现场还特地播放了预告片 片中有大量李晨和张新宇的亲热戏 李晨在观看预告片时 表情似乎是在回味当时的情景 看到最后更是眼眶含泪 看来是感慨不已 祝你俩幸福啊 哈哈哈哈 据说因为李晨和张新宇的感情破裂 原来剧中两人的亲热戏份被要求删减 导演现场回应此话题时 似乎也是含糊其次 那现在张新宇的戏份是有被删减的吗 没有啊 就是说的是剧中他们两个亲密戏份 好像是被要求被删减 没有啊 你听说的 到爱的距离自开拍起 李晨与张新宇的情侣档高调出演 令观众们倍感期待 一直有传闻说 正是身为监制的李晨向导演推荐了张新宇 导演在现场也是证实了这一点 在当时定这个角色的时候 是李晨要求定的还是您选择定的呢 还是侯哥定的 觉得推荐吧 然后我觉得他确实挺合适 挺合适这个角色 谁推荐的呢导演 李晨